下星期四開始可以打第三針疫苗 優先接種的高風險群組 包括60歲或以上人士 醫護、免疫系統失調人士 星期五開始接受預約 在免疫力藥的病人 這個組別包括癌症病人 接受器官移植病人 晚期外肢病患者 需要服藥 壓制免疫系統的人士等 他們的第三針疫苗應該在接種完第二針之後 最少四個星期才接種 第二個類別是屬於一些較高感染風險的人士 包括60歲或以上的長者 醫護人員 長期病患者 提供跨境運輸 或者在管制站和港口工作的人員 這些人士應該在接種第二劑疫苗之後 最少六個月才接種第三劑 接種第三針的地點 包括社區疫苗接種中心 醫管局兩間普通科門診等 可以領取即日抽打針 公立醫院疫苗接種站 星期五開始由七間增加到九間 深圳的有博外醫院和北區醫院 政府估計有186萬人 屬於優先打針的特定群組 目前為止